欢迎观看数字道第18集今天的内容 数据科学分析领域中的核心知识点 马尔可弗烈 希望我们能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案例 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该知识点 什么是马尔可弗烈 先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小明家楼下有两家早餐铺 其中A主营小笼包生煎 B主营煎饼果子 而他每日的早餐选择遵循着下面的规律 当小明某日早餐选择A 下一日他有40%的可能性继续选择A 60%的可能性转而选择B 而当小明某日选择的是B 下一日他有50%的可能性继续选择B 50%的可能性转而选择A 所以小明的早餐只会从AB中进行选择 并且当日的选择只受前一日的结果 以及对应的转移概率影响 与在之前的选择无关 而这样简单的一句话中 便包含了马尔可夫链的核心三要素 1.状态空间 State Space 在该例子中 早餐状态只可能来自于状态空间AB之中 2.无记忆性 Memorylessness 当期选择的概率只受上期状态影响 我们可以用下面的数学公式进行表达 3.转移矩阵 Transition Magics 我们可以把上面的转移概率数据 放入2x2的矩阵中 便于我们后续更好的进行分析和计算 接下来我们看马尔可夫链的状态概率分布推演 及稳态分布 假如小明第一天早餐选择A 那么当天的状态概率分布为10 将其与转移矩阵相乘 得到第二天的状态概率分布为0.4 0.6 重复同样的操作 得到第三天的概率分布0.46 0.54 继续推演下去 很快我们就能够达到稳态分布 Steady State Distribution 0.454545 0.54545 如果初始状态概率分布不同 稳态分布是否会改变呢 假如小明第一天的选择为B 遵循上面同样的计算 我们也能够很快地达到相同的稳态分布 0.454545 0.54545 大家也可以自己尝试 将初始状态分布 State A State B设置为非负 且相加和为1的任意值 看看稳态分布是否为1 这说明在该马尔可弗链下 最终的稳态是不受初始状态影响的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 并不是所有的马尔可弗链 都具有唯一的稳态分布 比如下面的马尔可弗链 A根据相应的转移概率 分别与B C单向连接 一旦进入到B或C中 均在对应状态下自循环 无法达到其他状态 该马尔可弗链的稳态分布数 大于1 例如当进入到B或C时 0100001都可以作为其稳态分布存在 关于马尔可弗链稳态唯一性的更多内容 我会在下期节目 马尔可弗链的便利性 Ergodicity中进行详细的介绍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马尔可弗链的应用 在自然语意处理方面 我们可以利用字符词语之间的转移矩阵 去联想用户接下来想要说什么 想搜什么 也可以利用马尔可弗链 随机生成诗词文章等 这里强烈推荐信息论之父 Claudie Shannon 在其1948年发表的著作 通信的数学理论 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s 在金融行业 马尔可弗链也可以用于分析 牛市熊市状态转换 股票价格预测 信用评级等等 以上是他在机器学习 自然语言处理 金融行业的典型应用方向 未来有机会 我会为大家分享 来自于不同行业 更多的分析案例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期待大家的一键三连 让我们下期继续马尔可弗链的探讨